栽药,美债口轮为废止,各国央行紧盯中国取动,一旦中国抛售将立刻跟风,全球央行都紧盯中国,一旦中国抛售美债,全球行动或摧毁美国经济,上周,美债收益率飙升至四个月高点,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各国央行都怕自己手中的大量美债缩水,但又不敢大肆的抛售出去。 眼下,各国央行都紧盯中国的动态,毕竟中国是美债持有量最多的国家,美债价格或缩水,各国央行担忧美债变成废纸。 上周,美国十年级国债收益率,升至四个月高点的3.07%,高级的收益率令美债价格出现下滑。 更可怕的是,许多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美债市场才刚刚进入漫长的下跌之路,原因在于,美联储正在缩减资产负债表, 从10月1日起将允许每个月到期到500亿美元的美债不需要进行再投资,这将创造出一个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需求趋口。 另外,随着美国减税政策和国防支出的增加,美国财政区次扩大导致债券的供应量迅速增加。 根据美国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的数据,8月的美国债券总发行额在历史上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这样一来,美国债券市场的供需状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持有了大量美国国债的各国央行开始害怕这波美债跌势成为行情逆转的开端, 让手中的美债变成一堆没用的废纸。 持有大量美债,央行面临抛售与否的决策过去15年里, 各大央行大举进军美国债券市场,尤其是2003年至2008年期间, 美国的全球外汇储备从3万亿升至7.3万亿美元, 足足增加了一倍多,各大央行建立了数亿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巨大的需求引发了一波美国债势的多头涨势, 然而,这已经是美债价格上涨时的事情了。 如今,价格下跌导致央行持有的美债价值锁水数百亿,甚至数千亿, 然而,各大央行也不敢过度抛售美债, 因为这样肯定会加快美债的价格跌时, 从而导致央行剩余的外汇储备继续贬值。 不过,现在更多的现象表明, 各国央行可能希望降低于美元、美债, 甚至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纽带关系。 如果美债价格真的开启了一波长期熊市, 那么央行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抛售美债。 中国网上金融市场方向盘,各国紧盯中国举动目前, 一些国家也卷入了与美国的经贸纠纷, 希望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或希望与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拉开距离, 以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位利。 这两个国家都持有约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而伊朗则持有超过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虽然这些国家的央行持有美债的规模较小, 一旦集合起来却也是不容小觑的。 不过, 渣打银行的分析师Steven Englander表示, 这些效果对美国造成的任何伤害最终将会反弹给自己和其他国家, 因此,他们抛售美债可能会自讨苦吃。 路透专栏作家Jimmy McGeever指出, 目前各国的关注焦点已集中到中国, 中国持有1.2万亿美元的美债, 即使中国不抛售美国国债, 但仅仅是不进一步购买美债, 也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可能推高美国的借款成本并破坏美国经济增长。 一旦中国开始抛售美债, 全球将行动起来, 跟随中国脚步, 这无疑将摧毁美国经济, 撼动整个金融市场。 关注金石数据, 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外财经大事件, 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籍, 严正, 本文为金石数据独家编撰, 如需, 请注明出处,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